對 統一師外野手鄭凱文 新人年轟出24發全雷打破紀錄 強打能力一直備受球團和球迷的期待 不過在2017年遭到出身球擊中手腕後 在內心留下不小的陰影 連帶影響Kevin的打擊表現 最大的低潮可能就是 之前的一個出身球嘛 導致上心理上還有心態上就是一些缺失嘛 然後也做一些改變就是 不要去想那麼多 要積極去面對這個問題 鄭凱文過去三年在義軍出賽機會不多 全雷打產量也銳減不少 不過今年官班熱身賽打擊手肝火燙 繳出5發全雷打和4成打擊率的成績單 談到好表現 Kevin透露關鍵在於對義軍的渴望 自己的狀況就是調整得還不錯嘛 然後就是在一些對於擊球的掌握性也 比之前還要高一點 可能是前幾年就是在沒有在義軍上有很好的表現 然後可能教練的印象就是我覺得 我可能沒有在義軍上面生存之類的 可能就是 我希望就是今年就是 早一點讓教練看到我的這個實力 然後教練才可以用我 除了選手自身的努力 統一師教練團自球訓以來 也不斷修正打者們的攻擊策略 提點許多打擊上的妹妹嘎嘎 以往在我們球隊打者其實 跟其他是不會落差太大 只是在這個熱身賽的表現當中 表現相當的圖書 那也很感謝就是我們打擊教練劉宜成 還有我們柯州教練的一個Scoopy教練 他們兩個在這個球訓到春訓之間 重新去灌輸今年我們賽季所要攻擊的一些角色 跟攻擊的方向做了一些調整 在這次的春訓裡面也看到這次的效果 希望我們在往後的賽季裡面 他們也可以持續發揮在春訓的表現 然後延續在賽季裡面